何首正不认离婚泄漏媒体小贤批那个人心里有数。 小贤今天中午与何首正在内胡胡正事务所办离婚,他人在里面处理手续,就在脸书po文离婚就离婚,为什么要发媒体来拍?疑似不爽何首正泄漏消息。 之后众家媒体赶去,他手访表情无奈。 小贤在签字时低声问了何首正为什么发媒体来采访,没想到何首正竟然小声递毁小贤我也不知道,傻眼。 被质疑透露给媒体消息的何首正律师则说,我们特别约大家午休的时间,人最少的时候签字,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知道。 稍晚,小贤在脸书透露离婚后的心情并对媒体通风报信的那个人喊话,伴离婚本来就希望低调的完成,私事不需再劳师动众。 他他不知道,他也很傻眼。我相信何先生不会做这样事情。 至于是谁,我相信那个人自己心里有数。 从现在开始,不责怪对方,安静地给予祝福,至少彼此真心爱过,也不想再伤害对方,勇敢承担这一切,不去理会扎音。 小贤和何首正伴离婚手续时神情严肃,活动不多,夫妻最后一次同框,五年婚姻正式化下修之福。 事后记者询问小贤离婚证人是谁?他哽咽说,这是我们双方的事,不用问谁,从头到尾都是他提离婚,我就是接受而已。 有新恋情吗?目前没有耶。 何首正则说,我们就是要往前走吧,小贤是很敬业的艺人,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在他事业上,他们拍写得很辛苦。 再问他现在有新的对象吗?何立刻回答没有。